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就是講一講 接下來賽事的賽日精選 選了兩匹馬去做WINPAY的心水 分別在第五場和第七場的賽事 四班千四和三班的泥地千八 連同在昨晚出的頭場賽事 五班泥地1650的有分頭馬之外 這條影片合共是三場賽事簡簡單單的心水 這次開始之前我想講一下 潘頓現在最低做綁是123 這次是賽事 所以有些馬如果說低過123 做不到綁是跑不到的 大家想配搭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例如剛剛星期三 勇創派對 變成潘明輝 原來是因為潘頓做不到綁 結果也跑得好 其實那次我也有提醒大家 所以不要因為有些馬如果是特別輕 尤其是123磅留下的 不要以為潘頓不要 而是他想要也沒得要 大家要小心一點 有時候換了人更好一點 反而 希望大家如果滿意這條影片 就按LIKE 讚好這條影片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人問我有沒有玩開波 其實我自己也有玩兩手 但又少一點 而且不太在行 不過最近留意到一個網站 叫365tips.com 他們的Best Tips的AI人工智能 預測經過了大約一個月的觀察 發覺到它的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 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可以在7天之內 預測到40-60場的足球賽事件 Best Tips其實是用這個大數據 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的方法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網積 數據變化 戰術運用和基本實力 最新情報各各不同的因素 全部整合再計到出來的 有一個預測結果 現在他們正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的頭七日只需要20美金 如果大家有玩開波 或者是喜歡到兩手的話 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講一講 頂場的賽事 跑了四班的千四 這一場我自己就是會喜歡一隻 11號的喜悅精靈 這一隻馬我也懷疑原本是潘頓跑 後來又轉了給霍文星跑 一來潘頓這一場賽事沒有馬跑 但是潘頓其實有很多馬都可以選擇 如果他是立心一組訂定的話 潘頓可以跑什麼馬呢 比如說一號的淺多多 二號長長有 三號飛天檢 這些馬都是一向 或者之前都是跑開而跑得好的馬來的 但是他又沒有選擇 沒有馬跑的出來 那你想一下 會不會是一組已經訂定了喜悅精靈 誰知道原來潘頓做不到榜 最後也是一二二都做不到 那就給我霍文星跑 結果潘頓就 這場賽欄版 沒有馬跑的 我自己會這樣看 我認為 再加上第二點就是 潘頓賽前試過這隻馬 但是出來是霍文星跑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隻馬有機會是 因為潘頓做不到榜 而給我霍文星 那給霍文星沒問題的 霍文星今季和賀妍的合作 也是相當之好的 過半數的賞民率 大家都是一眼看到的 好 那就說回這隻馬 其實這匹馬 我早就說他跑1400會較為好的 因為這隻馬 落腳是比較慢的 翻步是比較慢 騰空時間久一點 所以這隻馬 我相信他跑1400 中距離會好一點 事實上其實同庫馬 很多馬 有很多很多馬 都是贏1400的 在沙田 已經有名的了 那這隻馬 還要是大前仗 他已經是一轉過來跑沙田 第一波跑沙田 草地已經是跑1400 那一場賽事好跑得好的 我們可以看回 一來對手又強的 留意一下 排了個七檔的 潘明輝跑的這一場 就是那隻喜悦陣營 8母8三那隻 那一場我覺得潘明輝 又跑得不太好 當然這隻馬 可能是第一波跑沙田 所以也有些新鮮感 難流一點 但潘明輝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裡要騎 騎這隻馬我硬 比這隻馬 其實這隻馬 如果大家有看 跑得好 都是留著一段衝會較好 這隻馬 騎了上去之後 又上了口 那隻馬 鬥口 有一些 然後又捉不住 捉到手震震 其實這裏是浪費了很多力 騎了上去之後 這隻馬上了口 又浪費了很多力 又跟前坐那隻馬 就沒斷衝得 沒那麼厲害 捉到拜神 你看到中間 白帽那隻 然後這裏 捉不住 捉到那隻 跟斗魂出去 所以其實 這一場 我覺得第一波 跑沙田1400 是說 你輸給什麼對手 輸三個多馬 而是輸給那些 星際精英 跟斗魂 我就覺得跑得不錯 贏到那些 好有利 和慶高采烈 這一場已經不差了 初跑1400 初跑沙田 然後他縮回去 跑1200 其實就放明是嚴短 再跑一跑 可能是僵後不太好 好了 這次上回到1400 我相信這隻馬的僵口 是適應到1400 才會上回到1400 還有你有個多長的沙田經驗 有個多長的1400 有個多長的1400 有個一長的1400米的經驗 這隻馬應該是更加 可以適應到1400米 較為慢的步速 翻步慢的馬 跑1400 會適合腳 再配合 這隻馬 其實我自己覺得 神速報料 我都說過 剛剛拍那一條 就是說 他終於懂得轉腳 你看到 他在最近那一課 潘頓跳這一課 原本是跟著前面那一隻 半跳馬 那一隻就是 扣女的極速之星 原本是跟著 跟著 潘頓扭他轉腳 一扭 扭到 這隻馬馬馬馬上飆上去 而且潘頓已經是緊扣姜誠 這隻馬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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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最近跑得好的羊毛面孤 我自己就覺得會跳得更加好的 會跑得更加好的 霍雲昇和賀賢 霍雲昇跑賀賢的馬 一定會博到盡 因為霍雲昇 最近跑得好 真的要靠賀賢的馬 真的要靠賀賢的馬頭 他沒有什麼馬頭拍的 沒有什麼支持的 譬如今次跑四隻馬有兩隻賀賢 上次又是馬爾代夫好拍檔 沒有老爸 他唯有靠賀賢 或者他要很努力找支持 與此同時 下個月就有新騎師 加里 澳洲來的加里會來香港跑 加里 在賀賢來香港之前 就整天合作 賀賢在澳洲出馬的時候 就和加里很多合作 賀賢也表明 加里一來一定會給馬 給他一些支持 那你想一下 分薄了支持 霍雲昇就少了馬跑 因為賀賢一定會給潘頓的 如果一些很好的馬 然後就是會給加里 哪有這麼多馬分給你 會少了支持的 所以霍雲昇跑這個馬房的馬 一定會薄到盡 希望保持著成績 交到給馬房 然後就會有繼續支持 繼續會有支持 所以我覺得 鬥志不用懷疑 這場賽事對手這麼弱 因為不算多馬手 所以這些馬可能排中外 會好些 或者早點給他開信的步眾 對手不算強 所以我覺得 11 再加上潘頓的選擇 我只要他先 接著再數 就是在第七場賽事的三班 尼地千八 這一場我就選了一隻 9號 大盜致正 看看可不可以把握 黃金機會贏 這隻馬其實就 減分減了很久 由上季87分減到現在65分 減了22分 而這一匹馬其實減過了 因為他在前季贏的時候 是67分最低的評分贏馬 67分 接著再贏三分 前季是 所以其實 這個分已經減到突 這隻馬就是獨孤入 未跑千八 即是看來他跑了650 就只有一個第三 這麼久以來 跑來第一650 這隻馬真的要跑千八 是最好的 真的很奇怪 跑短一點不行 可能因為他跑了650 跟不了 而且現在年紀大了 跑千八會是最好的 年輕到現在也是 包括前季是三分 兩圈是泥地 一圈是沙田 只不過就是這隻馬前季 一來用多了 評分量高了 二來其實千八的路程 真的很少 你看看他上季到今季 其實是沒有跑過泥地千八 因為是沒有賽程 二班泥地千八 我印象中是沒有賽程 三班泥地千八 也是比較少 所以其實這隻馬根本是 一直都是因為賽程是缺的 沒有的 所以就跑不出水準 那分量就繼續減 前一圈 連泥地千八 跑泥地千八 都可以跑得好 那你想想 其實這隻馬真的 那分量已經是好 那今季 你說跑回 難得 遇到泥地的三班千八 今季未必再有 基本上 所以他應該會很好把握 很好把握這個機會 那這隻馬其實就是 我只會覺得 再要結合他有一個狀態才會好 經常都神粗fit 但有時候你看到他 他由上季開始 可能前季搏得多了 那上季看到到今季 這隻馬也不算好火氣 是收斂了一點 神粗叫肯走 我一向都肯走 但就收斂了一點 今次賽程的狀態是好 一例今次賽程很少有 這些馬 是拍兩課 拍兩課全部跳三段 全部都是 好少 年輕就會有 但近年 是比較少去連續兩課去拍 這次是做到的 而且隻馬是真的痕了 我覺得火氣是好 譬如說 你對比回他在12月25日 這一課就是上次賽前的 最後試跑 我覺得隻馬就留得比較 不算特別辛苦 因為26.1 而且隻馬就不算很肯走 那一課 以這一隻馬來說 當然 因為以前隻馬是開快的時間 都可以走得很痕 但我們今次不同 兩課 第一課 很開放快的時間 跳三段 23.6 嘩 隻馬是扯著扯著 你看他的頭 你看他的口 然後再看1月12日 那一課 也是 再開快一點的時間 1分18秒7 非常快的時間 然後隻馬是 嘩 說過就過那隻半跳馬 彈掉了 隻馬真的火氣 我覺得是近年最好的一次 所以就應該會好好把握 這個難得有的路程 和隻馬難得有的狀態 分數又減了這麼多 以前晚上67分 現在65分 平分身低 這一場就 有10倍給他搏 對手就 贏過這個路程的馬 只有兩隻 就是三班 要是他 要是那隻 保羅城泉 還要這一場有馬走 保羅城泉會走 然後聖打光輝 和雙天至尊都會走 他一隻後上馬 就會追得很舒服 我這一場 因為有一個快披繩 所以他是可以要的 再選這一場 我會要一隻六 跨道口也好 六九這一場 我會較為喜歡一點 如果你說可以薄一點 分頭就九 你喜歡買QP 就買一隻六 10元少少玩一下 20元少少玩一下 沒所謂 這次就是我的心Sir 好 這段片就講到這裡 重複一次 這次第五場 就要一隻 11號的喜悦精靈 還有第七場 要一隻九號的大道施政 好 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在 下次再和大家討論 最後祝大家 在接下來 星期日 多贏一點 拜拜